第四場是五班草地B蘭一千米的賽事 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 繼續跟大家來講 接下來9月20號星期三跑馬地賽買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爆冷場合 買鐵三角 跟大家買三隻馬匹 這次我們買到的場合 會先買這場第四場 這場第四場是五班草地B蘭一千米的賽事 今場馬上有12隻馬匹 也算是一場比較多的場合 跑馬地12隻馬是最多的 這場多馬的場合 到底我們會買哪三隻呢 買哪些冷馬呢 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 其實這隻馬 可能那個騎士也沒什麼人喜歡他 很少人會買這個騎士 很多人都覺得他不太行 減磅也不太行 講的是誰呢 講的是陳家希 即是這隻1號的飛騰追 今次我們會買到陳家希騎的飛騰追 為什麼陳家希這位騎士 這麼多人都不like他 我們都仍然會買他的馬呢 我們先來看這隻飛騰追過賽職 這隻飛騰追 其實最近在9月13日 就跑過一場跑馬草地12米的四分賽事 當時這隻馬的成績就不是說好 跑過第七名回來 但是為什麼我們都仍然會選他來買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這隻飛騰追 上次班德禮是怎樣騎他 怎樣發揮 飛騰追上場馬就是這隻 紅衣黃帽的這匹馬就是他 紅色戰爪只要左了 大家看看班德禮上場是怎樣騎這匹馬 頭段時間 其實這隻飛騰追很積極地搶 大家可以看到嗎 這隻馬的跑法就是 側前來跑比較好一點 所以頭段時間他就很積極地搶 但是無奈地 上場馬太多快馬的關係 大家數一數 其實上場馬已經說 有1,2,3,4,5,5匹快馬 要來走 要來放 所以導致這隻飛騰追 飛騰追上場馬 不能夠搶出來跑 不能夠這麼容易搶出來 所以你看到 上場頭段已經被人頂了4疊 一直被人頂了3疊 4疊這樣跑 所以這隻飛騰追 其實頭段已經是蝕底 之後去到轉彎入直路 這隻飛騰追更加是 走出去來衝 這隻馬 去到轉彎 都要去到5、6疊 就是因為這隻馬 頭段的時候 不夠人搶 在尷尬的位置 導致了整個程度 都不能夠跑得好 整個程度 都不能夠用正常的跑法 用最佳的跑法 來跑 所以導致了怎樣 導致了這隻飛騰追 就跑得不好 搞到他差一點點的名次回來 被前面的馬帶掉了 最終只能夠跑第七 所以這隻飛騰追 這隻飛騰追是這樣輸的 所以我認為他這樣輸的 其實是蠻不值的 但接下來的這一場 我覺得不同說法 接下來這隻馬 其實值得來買 為何覺得這隻馬 值得來買呢 因為這次 最基本的 就是下班來跑 你看看 這隻馬 一直以往 跑的都是四班 甚至是他贏的 其實都是四班 這隻馬是在四班 會贏的馬匹 平著53分 這隻馬都會贏的 但是現在他只不過是平著40分 就是比起他贏馬的時候 這隻馬足足賺了13分 賺13分 再降班 由四班降到五班來跑 他平分已經是好處了很多 平分已經是好處了 所以這次他跑 跑馬的草地五班 一千米賽事 我覺得是極之適合他跑的 第二件事就是 這隻馬 這隻飛騰追 他居然是能夠抽到靚蕩 這隻馬抽得好處 這隻馬很不錯 上次他跑跑馬的 都抽著劣蕩 抽七蕩 七蕩當然是被人頂三四碟 當然是蝕著來跑 不能夠搶錢 再加上上場多快馬 但是今場馬排二蕩 排二蕩 靚蕩 這隻馬基本上可以貼著條欄 省了 其實今場馬 其實快馬少 你留意一下 今場快馬比上場少很多 少那麼多快馬 今次這隻飛騰追 他應該是能夠搶到出來跑 一回在前面 排二蕩 用回他之前 贏馬的跑法 在一二位 最終就是 放掉別人來贏 其實今次絕對可以做到 所以我覺得 這隻飛騰追 其實條件好很多 這次 降班排靚蕩 其實是好處 還要再加上 今次他踏過陳家熙上去 雖然說 陳家熙這位騎師 其實很多人都不喜歡他 覺得他沒什麼 但其實這個陳家熙 目前來說 還有一個減磅優勢 陳家熙這位騎師 其實是可以減5磅的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其實減5磅還是陳家熙的優勢 你135磅頂磅 你減5磅 130磅來跑 其實這隻飛騰追 好多 130磅 大家要記得 之前他在4分贏馬的時候 說1,2,6磅 你落一班 都只不過說 4磅 這隻馬是極好處 所以今次見到這隻飛騰追 條件好多了 就算他之前這麼懶也好 19倍也好 我覺得還是要選擇他 懶就有懶食 因為今場馬 這隻馬真的作出了很多改變 他不單是條件中逆數座 還要他在配備方面 其實也有轉動 你看得到 方家帕這次帶了H帶了B 還有帶TT H和B是這次新增上去的 這次他換得配備 方家帕很明顯就是想 用擺頭走的策略 他這樣帶得配備 很明顯他想這隻飛騰追 接下來的這一場是 異話不說走 異話不說就放頭來跑 真的特地的 用陳佳希再減5磅 他想放的 擺明他的配備 搭陳佳希肯定是想放的 根本上你刷機指示就是要放 不用理會那麼多 總之一放到底回來就可以了 這麼巧還要天時地理 任何搭著2檔 所以整件事就適合了 所以今場馬力打一隻會選到馬匹 都直接選一隻飛騰追 來買回來就可以了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 之後 就來講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這次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其實就想選一隻 12號的輕薄馬 蒲合超德來買 為什麼這次會選一隻蒲合超德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我們先來看看 這隻蒲合超德 最近是怎樣跑 怎樣發揮 最近他在7月12號 跑馬力數的1000米的五番賽事 他跑第四遊 楊明倫騎 我們先看看當時他怎樣跑 蒲合超德 當時這場馬是這隻 藍衣藍帽 紅色戰爪指著他 先看看楊明倫上次是怎樣發揮 頭段時間 這隻蒲合超德 都盡量押前來跑 大家看到 這隻馬就盡量在三四位跑 一路守在二碟 現在走著第四位 基本上這隻馬 一路沿途都敢跑 看起來都沒什麼問題 之後去到轉彎直路 大家可以看看 他這個第四是怎樣騎 其實他這個第四 去到轉彎直路 他已經是說踏到很闊 以及比前面那些馬 帶掉了多少 大家看到 前面這三隻馬 已經是說 開始帶掉這隻蒲合超德 尤其是這隻二號 這隻頭馬 他其實轉彎 被人帶掉了多少 你看看 但是 雖然 儘管他 去到轉彎直路 被人帶掉了多少 他的彎又踏得很闊 但是他有走勢 會湧上來 你看看 雖然這隻馬是帶掉的 很明顯 但是這隻蒲合超德 其實叫做有勢 叫做會湧上來 最終跟別人叮噹馬頭 搶個第三、第四 對吧 所以其實這隻蒲合超德 很明顯 他這些第四是不差的 這隻馬 你從他之前跑馬地 草地一千米五班 你就看到他在五班 跑馬地一千 其實是有威脅的 對吧 當時他還要對著不弱的對手 你看看他對著哪些馬 他對著電路7號歐洲導彈魅力仔 全起心 必跑得有兒之階 潮州大興 這隻馬 這隻馬怎麼會差呢 你頭馬電路7號 這隻馬贏完 你今季再出 別人在四班都可以進入Q 所以絕對是不差的馬 這隻潮州大興 最近又是輸了給蒲合超德 蒲合超德 跑第四 跑得好 比跑第八名的這隻潮州大興 你再看潮州大興最近的成績 其實潮州大興這隻馬 最近在九月十七號 排著十一檔 都能夠贏到馬 都能夠贏馬的馬匹 所以其實上將 普合超德能夠贏到的這一站馬 跑得好過這一站馬 是不弱的 他對著強組來跑 這組其實不算是差的馬 當時普合超德還要跑贏馬 那些什麼 全起心 全起心其實接下來都會再出 接下來七號馬匹就是他 所以其實以馬論馬的話 我覺得這隻潮州大興的超德 在接下來這一場 都可以是稱分高一點 這隻馬真的可以稱分高一點 以往 他曾經跑過那些跑馬的 一千米四分都會贏馬 48分贏的 現在減分減到25 這個評分是不是很便宜 這次這隻馬還要轉倉 其實這隻馬是轉倉初出馬 接下來這一場 新一季轉了去鄭俊瑋馬房 很多時候 大家應該都知道 轉倉馬在季初的時候都會贏的 不排除這些賺完評分的馬 在接下來這一場都會贏的 這次還不是用楊明倫 上次還叫做用楊明倫 楊明倫的勝率都算低 但這次用田太安 用田太安 其實 擺明他都想借 他都想這隻馬有一個好的表現 減分減到差不多 就來了 這次還要特意打黃牌 打完黃牌這樣跟你出擊 隨時就保重了 所以今場馬 我們第二隻會選的馬匹 都選擇這隻12號 蒲俠超德 來這裡示範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頭兩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回第三隻會選擇的馬匹 第三隻會選擇的馬匹 他呢 那就知道了 我們可以一齊很快地來看看 5月24號 他怎麼跑呢 跑馬地草的一千米的五班賽事 之前是由潘頓來騎 我們來看看 潘頓上場搞什麼勁 潘頓上場的創福威 其實就是這隻 紅衣 淺藍帽的馬匹就是他 紅色戰爪指著左 我們可以一齊看 潘頓上場是怎樣跑 今場馬這隻創福威 其實排了一個十檔來跑 劣檔來的 所以一開始 潘頓都故意斥後這隻馬 讓這隻馬 留後來跑 現在都在尾二 尾三左右的位置 今場馬這隻馬 總之就是跑得比較被動 大家看得到 很被動 不過 好就好在 其實他還有一條欄 潘頓可以在這裏貼著 一直都是說 圓欄走 貼著這條欄來跑 不過 去到最後三百多米 這裏就精髓了 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回 留意 到底潘頓在這裏搞什麼 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隻創福威 一直拿著這條欄來跑 之後 去到鑽馬直路 其實潘頓都拿進 在內欄那裏搶上來 在裏面裏出的 打算拿位 但是 你仔細看回潘頓在這裏搞什麼 潘頓 其實就是 一直都找不到位 一直都看空不到 一直在那裏跟馬跑 是吧 去到什麼時候才能看空 到現在這一刻 其實他才有位 看空來對沖 是吧 其實你看看什麼時候 最後八五米 即是八七米左右 去到八七米 他才看空來對沖 但當這隻馬看空到 可以拿位來對沖 潘頓搞什麼 你看看他 其實潘頓 只不過是說 純粹看風景 周圍看 只推這隻馬就算了 看看人家的表現 他純粹 你看看他搞什麼 明明這裏有空位 但其實他純粹就是只推 根本就完全沒有打那邊 所以就算了 這隻馬就算了 旁邊人家那隻 盡著勢都不斷打的 這隻友誼志家又在這裏打的 他在這裏做什麼 誓願 動都沒有一國 後來就隔起屁股 這樣回來的 所以這隻創福威 其實上將 你問他有沒有跑過呢 其實大家一眼就知道了 很明顯看到潘頓上將 沒段都沒有打過邊 你說他有沒有發揮過 根本就肯定不是真正實力來的 根本就很明顯 都沒有跟你砌下去了 所以你說這些第五能不能夠做得準 是完全不能夠做得準 是完全不是他100%的實力來的 不用到100%的實力 和你踩踩踩踩踩踩 都能夠跑到第五 所以其實這隻馬 這隻創福威都叫做好東西的了 在潘頓跨下這樣來跑 隨便的手動一下動一下就算 就跑到第五了 所以這隻創福威其實絕對不差的 你看看他以往的成績就知道了 這隻馬根本上 跑五班跑馬里儲的一千很穩定的 之前跑第二、第三、第四、第二、第一 其實他是一隻在跑馬里儲的 一千米五班會贏的馬 會贏和經常性跑合Q的 1V2Q 一個第三、一個第四 成績已經很好 所以這隻這麼穩定的馬 即是跑跑馬里儲的一千米五班 這麼穩定的馬 接下來再跑跑馬里儲的五班草 一千米 所以我覺得要選他 更何況潘頓確實不放手 繼續騎他 潘頓這次騎得很明顯 是知道這隻馬有料到的了 因為他之前一路都沒有開 一路都騎開的 這次還要打完王牌 隨時潘頓就跟你禮真的了 不止上次跟你走走走走 所以這次我們第三次會選 可以選這隻9號的創福威 來試試試看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三匹馬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頭主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彩池 就是連贏及位置的彩池 用這個彩池去買回 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三匹馬就可以了 用一個鐵三角戶尊的方式去買他們 這次就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不妨試試這匹馬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在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